词曲 李宗盛 你和我牵着手自由的奔跑 这一秒有了你正好 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幻想 每一秒都有不一样的心跳 这美好穿过了云霞 让上天都知道 这是我们甜蜜的骄傲 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逍遥 我们的眼泪太多风景围绕 听笑鸟月儿的玩家 伴流水和小桥 我们还自由的放着枝药 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幻想 每一秒都有不一样的心跳 这美好穿过了云霞 让上天都知道 这是我们甜蜜的骄傲 你小蛮隐藏身份 躲进你们代价 有多久了 不是一天两天了吧 知情不报 我藏罪犯 戴律师 这种事情要是张扬出去的话 别说是你律师的资格 恐怕你还得进去吃牢饭 够了 朱布头 你休想威胁到我大哥 这件事情上 你自己做的也有瑕疵 要不是你言行逼供 事情也不会走到这个地步 这件案子最大的瑕疵是什么 你们最清楚 你不应该把这个罪名 扣在一个无辜的人身上 严小蛮与你无冤无仇 你何必苦苦相逼 逼他的人不是我 逼他的人是你们代价 当初杨总管 来求我的时候 他是个什么样的嘴脸呢 你们代价为了自己 根本就不会在乎 谁会做这个替死鬼 我从头到底 就配合你们 你们 你们倒打一耙 想置我于死地 你们这个叫什么呀 叫什么呀 过河拆桥 兔死狗碰 你们卸磨杀驴呀 没关系 我认了 不过有一点 不过有一点 即使 你真的做到了 就算你真的 能让我下得了地狱 我认识 我也得拖着你 拖着你们代价 一起 下地狱 朱捕头 不送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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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朱捕头会反击的 现在怎么办啊 我知道 不过他说的话 你们也不要全信 大哥 你是不是以为 朱捕头只是放了狠话 不会这么做吧 朱四能当上捕头 说明他对法律的问题 很清楚 他如果要拖代价下水 就得揭发我娘的事情 如果这么一来的话 他受贿两百块大洋的丑事 就会被揭发出来 法律对于受贿这项罪名 恐怕要判个 十几年吧 你以为 他真想坐牢啊 那 你的意思是说 他不会拖代价下水 其实 这就是他和我们代价的一种 恐怖平衡 谁都不会先去揭发 否则的话 只会两败俱伤 放心吧 代价不会有事的 可是问天哥 你说的是代价 那你自己呢 我能有什么事啊 问天哥 你不要以为 你装作若无其事 就能瞒过我 其实这一切 你早就算计过 你知道朱捕头 不会冒着坐牢的危险 采取两败俱伤的反击手段 所以代价不会有事的 可是你也知道 朱捕头必然会接了你的伤疤 毁了你 这些你早就知道了 对不对 大哥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 我真不懂 原来我以为问天哥这么做 顶多会毁了他和小蛮之间的情意 可是现在我才懂 原来你的大哥早就准备好坐牢 早就准备好丢掉律师资格 他这么做的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为了救小蛮 为了救小蛮 你大哥早就已经豁出去了 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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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上面说令师非常生气 要下令彻查 天儿 我认为你这招险棋 你玩得有点过火 难道你就不怕 朱捕头要反击吗 娘 你别担心 只要咱们打赢了这场官司 朱捕头才未必能怎么样 至于那毒包子的事件 我看他提都不敢提 这个我倒是不担心 毕竟他收了我们家的钱 他现在是哑巴吃黄莲 但是 他也是一心想帮我们的 这样对他 我倒是有点过意不去 这个我也明白 我也不想这样 我知道你是想帮小蛮 可是 夫人 那个朱捕头 的确也拿了代家的钱 再替代家办事 可是 那笔钱只是让他封口的 又不是让他胡乱抓人来顶罪 大少爷这么做 其实是迫不得已 也是避免一错再错呀 你说得对东梅 我们不能一错再错 要不然 付出代家的 就是小蛮 天儿 恭喜你 打了漂亮的仪仗 娘非常欣慰 如果 你亲生爹娘在世的话 看到你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忙了一天了 你该休息了 好 夫人 你等了一天 也该休息了 是啊 等了一天 心情也折腾了一整天 不过还好 没有白等 等到了一个好消息 走吧 嗯 娘 对不起 只怕天儿要让您失望了 快大快大 小蛮 我问你 当初才猫遭到刑囚之后 有没有就医 没有 我们家没钱 看不起医生 那也就是说 根本就没有什么验伤报告 没有 小蛮 你再仔细想一下 看看 有没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才妈 是被刑囚逼供的 我说月小姐 需要什么证据啊 有才妈跟金龙哥还不够吗 当然不够了 你怎么了 今天问天歌 算是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 可是对他自己来说 却是一场大败仗 什么意思啊 我早就猜到 你会连累问天歌的 如今果然应验了 问天歌为了救你 不惜揭露寻补房 行求逼供的事情 现在他把猪捕头给惹毛了 猪捕头要控告问天歌 知情不报 窝藏逃犯的事情 等等等等等等 今天在法庭上 是问天歌一直逼问我 说什么 让我遭受行求的事情 我以为想出了对付 那猪头寺的办法 我才说的呢 他当然想到办法了 而他的办法 就是毁掉猪寺 也毁掉自己 什么 你 你的意思是 问天歌 早就想到会有这样的结果 对 你现在终于满意了吧 你终于把问天歌 拖下水了 不是的 不是的 月小姐 我 我要是早知道 会有这样的结果 我才不会说呢 你当然不会知道 因为问天歌 根本就没打算让你知道 其实你早就应该离开戴家 离开上海的 可是你偏偏就是不肯 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呢 证明你是被冤枉的 证明你的弟弟妹妹 是枉死的 还是你根本就是想证明 温天歌是真心爱你的 小满 你太自私了 等到有一天 温天歌被你害得丢掉 律师资格 被你害得坐牢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爱情 充其量就是一场悲剧 月小姐 你怎么说我都可以 但我不是你说的这种人 能不能请你帮我通知问天歌 就说我想见他 我会想办法阻止他这样做的 如果他还是不肯 我就当众解除对他的委托 拒绝他继续为我辩护 这样可以吗 已经太迟了 为什么 看清楚标题 这张新闻快报 是我刚才在路上拿到的 现在路上人手一张 官司打到现在 朱捕头已经不可能全身而退 而他势必不会放过问天歌的 那我该怎么办 月小姐 请你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做才能救问天歌呢 怎么办 你还能怎么办 你只会越帮越忙 你只会害死问天歌 事到如今 只有将官司进行到底 而这场官司打到最后的结果 只有两个 要么 你被判有罪 出以死刑 要么 问天歌就得跟朱捕头 一起下地狱 将谱 杰姝 好 今晚动手 我会在他的茶里下药 等他睡熟 过了午夜 我不回锁门 你摸到他的房间 有这个 神不知 鬼不绝 事长之后 我会在后门等你 等你离开了租界 我给钱 你走人 我真不懂 杀死拜老爷 对你有什么好处 你不懂得 多着 别再问我放不放弃 你别再问我喜不喜欢香蕾 这不重要 别再问我喜不喜欢香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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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是在于你怎么做 如果你真的喜欢小曼 如果你真的想和她在一起的话 完全看你自己 我跟小曼早就不肯无奈 但是你和小曼这才开始 老爷 这杯安神茶是我亲手给您泡的 好 爹 娘 我喜欢颜小蛮 我要娶她为妻 你说什么 桃儿 我是不是听错了 你要娶颜小蛮 爹 你没有听错 我喜欢她 我就要娶她 够了 你在胡扯什么 你说你喜欢颜小蛮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了 现在你还想娶她 你是疯了不成 娘 我就是喜欢她 我非娶她不可 胡扯 哪有非娶不可的 你是鬼迷心窍还是怎么了 我 我不能对不起小蛮吗 桃儿 你什么意思呀 孩子 你是什么时候对不起颜小蛮的 这种事情怎么说啊 这种事就算再不好说 你也得把话跟爹娘说清楚 你快说呀 把我们都给急死了 你非说不可 这 男人对不起女人的事情还能有什么 我说不出口 那 难道是那种事 二少爷 为了慎重请节 我想再问一下 刚才您说 对不起颜小蛮 小蛮 你的意思是 你们两个已经 是啊 我们是已经 小蛮已经 对啊 她也已经 桃儿 你是说 她已经怀孕了 是啊 她是怀孕了 怀了我的孩子 老爷 老爷 你没事吧 没事 我没事 是桃儿有事啊 桃儿 你看看你干了什么蠢事 桃儿 你是说 颜小蛮 怀了你的孩子 怀了我们代家的骨肉 对啊 颜小蛮是怀了我的孩子 而且 我就是要娶她 我非娶她不可 娘 你们要是不同意的话 我就终身不娶 桃儿 桃儿 快去看看 快去 老爷 二少爷 这个结婚这种事 你可不能开玩笑啊 开玩笑 你觉得我像在开玩笑吗 可是 就算她很喜欢你 可她一直认为 杀死她弟妹的 就是二夫人 这侍卿之仇不共戴天 她怎么会跟你 这 这纯属是个意外 意外 对呀 你想想 这男人碰上了女人 这不就是干柴烈火吗 那天我们俩又喝了点小酒 两个人喝多了 所以 这意外就发生了 那她事后 没有怪你 没有怪你啊 怪我 她干嘛要怪我啊 她多么地喜欢我呀 那既然这样的话 她那天去自首 你怎么不早说啊 我当时没有想清楚嘛 再说了 我当时 也不知道她是颜小蛮呢 她去自首 我也不知道 反正 总而言之 就是一切的事情 我还没来得及反应 它就已经发生了 可是二少爷 我是怕你上了她的当啊 是她对你说她怀孕了 那你怎么知道 她没有骗你呢 你说什么呢 杨宗官 你把我当傻瓜呀 不是 这小蛮怀孕 起码是一个月以上的事了 是吗 我们 该查证的查证 该比对的比对 反正一样都没有少 说到这件事情上 杨宗官 我还有些地方对不起你呢 这 这怎么说 就是当时救财妈的时候嘛 我心急呀 我把她当作我未来的赵母娘 所以对你有不敬之处 你别放在心上啊 二少爷 你真是心情中人 这件事情啊 我早就不记得了 你也别太在意啊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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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舅舅安排猪二 给您放热水 好好好 杨宗官 老爷 二夫人 怎么样 二少爷他怎么说 我问过二少爷了 二少爷说 小门姑娘 至少怀孕一个月以上了 而且 该查证的事 二少爷一样都没少 都比对过了 是吗 那丫头真的坏了代价的肿了 恐怕 是如此了 这孩子居然闯出这种祸来 摊儿也真是的 哪个女孩不好 偏要去招惹那个丫头 当初她说喜欢她的时候 我还以为她是一时好玩 没想到她居然当真了 喜欢人家也就罢了 居然还让人家怀孕 这孩子 真不知道该是骂她好呢 还是夸她好 老爷您这句话什么意思 怀了我们代价的孩子 这可是件大事啊 可是孩子的妈是严小蛮啊 所以才叫我头疼啊 如果是换了别的女人 只要不是什么伤风败俗的人 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把她取进门就算了 可偏偏是严小蛮 这小蛮可是把我们代价 当成仇人哪 杨宗管 你看这事情怎么办 我看二少爷行事虽然鲁莽了些 可是目已成舟了 我们只能认了 认了 啊 这这不认不行啊 代价不能无后啊 再说二少爷脾气那么倔 日后 他又是来个终身不娶 那代价岂不是断了香火了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老爷 您的意思是 这肚子里面的孩子是要定了 要定了 这下可好 还非得把那丫头给救出来不可了 唉 真是一场灾难 那婚事呢 难不成你非要把那丫头给娶进门 这我还拿不定主意啊 杨宗管 你说呢 我觉得 旧严小蛮跟保住他肚子里的孩子 然后再娶进门 这是两码事吧 你是说 只要孩子不要媳妇 老爷夫人 要是你们不喜欢这个媳妇 我看 可以跟二少爷再商量商量 行 就这么办 小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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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爷 杨总管 干得好 干得好啊 老爷 刚才我去盘点仓库 我突然看见刘晓芳的皮包 我这才洗了一心啊 这否则的话 不过老爷 您可真是福大命大呀 这丫头怎么溜进咱们家的 是 关键的问题就是 咱们家戒备森严 刘命书是怎么会潜进我们家的 不管刘晓芳是怎么潜入咱们代价的 这都是我的不是 老爷 两位夫人 我请求辞去总管的职务 让我应退山林吧 杨总管 你不能走啊 这 老爷的命是你救回来的 是不是 我 是啊 小梅她说得对 这个家要是少了你 那哪成啊 不错 刘秘书前进咱们家 企图行刺老爷 是杨总管及时制止 才没有酿成大祸 这是大功一戒 如果杨总管现在离开的话 我们日后怎么能够服众呢 杨总管 你一向对待家忠心耿耿 现在除去我们家的心头大患 我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 怎么舍得你走了 我 是啊 老爷 两位夫人 你们的话 我记着 我记着 那我就 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那我 好 好 就这样啊 不过事情到现在 唯一的遗憾就是 我们没能从刘秘书的口中 问出幕后的主使是谁 爹 天儿还得提醒您 如果今后您要外出的话 一定要倍加小心啊 嗯 我知道 问题是 究竟是什么人 他为什么非要置我于死地呢 实在是 老爷 我 爹 娘 糟儿 小蛮兔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孙子 也是咱们代家的香火 你爹跟我都答应了 会全力救出小蛮的 娘 太好了 娘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同意我们结婚了 我们不同意 为什么 你不想一想 小蛮一直认为代家就是 毒害他弟妹的凶手 日后怎么跟代家相处啊 娘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 我呀以后会跟他慢慢解释 让他释怀的 你怎么解释啊 难道你要告诉他 你大娘是凶手 这件事情 当然不能告诉他了 但是 我会用诚意打动他的 他现在怀了我的孩子 以后加入我们代家 成了咱们代家的媳妇 再成了孩子的娘 这件事情 他也许会看淡的 涛儿 你太天真了 娘呢 希望你往远处看 以后你可以娶像样的姑娘 至于小蛮 只要他把肚子里的孩子给咱们 大家一定会给他一笔丰厚的钱 让他生活无忧 娘 这就是你的打算啊 那我告诉你 我坚决不同意 你们想要他肚子里的孩子 就必须同意我娶他 住嘴 我绝对不同意 娘 好 涛儿 你不要以为仗着爹娘疼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们是因为够宽大 才认了肚子里的孩子 但是你绝对不能够 娶那个丫头进门 小蛮是我这辈子 唯一爱过的女孩 我非她不娶 涛儿 你还这么年轻 哪懂得什么叫爱 外面姑娘多的事 何必担恋一枝花呢 我告诉你 这件事呢 我跟你爹绝对不会答应 如果你真的想救小蛮的话 你就听我们的 否则 你就看着那丫头受刑吧 你是拿她的性命来威胁我了 我们这是在保护你 你们不同意我娶她 我得不到你们的祝福 但是 我 我告诉你们 我 我 我 非去 其他不 不 不可 你别再吓我了 娘这回不上当了 涛儿 怎么了 你又发病了 哎呀哎呀 小梅呀 她涂白沫了 她不是装的 你看 涛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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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总监 快要带出来 我 你 也要带出我 我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天哪 桃儿才十八岁啊 老天爷为什么要让他得这种病 为什么 娘 我还没死 你哭什么呀 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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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桃儿 你还好吧 好 没事了 爹 娘 王大夫跟你们说的话 我都听见了 我从小就知道 自己时日无多 所以 我从小就抱着单身主义 你哪一个女人也不应该嫁给我 要是嫁给了我 她就倒霉 万一哪天我不在了 她还不得守活寡啊 桃儿 不许你这么说吧 听我说完 小心 慢点 桃儿 我 我 我的确 不敢有结婚的念头 因为怕耽误了别人 可是 可是直到我遇到了小蛮 她是那么的善良 让我产生了结婚的念头 让我产生了结婚的念头 小麦要是真的愿意嫁给我 当我的妻子 为我生孩子 就算 就算那天 我 我 我不在了 也 也还能 为你们留下个孙子 桃儿 别说了 别再说了 桃儿 爹答应你 你 你答应什么 你不是要娶她吗 嗯 你就娶吧 真的吗 老爷 您真的答应了 不答应 要是这孩子 跟我们闹起别扭来 断了咱们家的香火 我可是承担不起呀 可是 好了好了 别可是了 就当做养儿子是来讨债的 咱们前辈子欠他的债 桃儿 爹再说一次 听清楚 爹答应你了 爹 这可是你说的 不是我逼你的 好 小蛮 我说二少爷 这又不是什么好地方 你怎么三天两头往这儿跑 我觉得不会啊 风景如画的 要不是出入不方便 还挺适合约会的 你信不信再凭我掉头走人啊 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嘛 哎 嗯 我这一次过来找你 是有正经的事要告诉你 我已经有救你的办法了 嗯 对啊 不止可以救你 而且还可以救我大哥 真的 真的 但是你必须要配合我一下 你说 下回在法庭上的时候 你继续翻供 说那口供都不是真的 但是 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情 不能说出猪捕头行囚的事情 为什么 哎呦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这种事情交给我来办就行 可是月小姐上次跟我说了 她说这样做已经来不及了 因为我已经把猪头撕给惹毛了 她不仅不会放过我 而且不会放过你大哥 所以我不明白 为什么你说能救我呢 反正 反正你不要问那么多了 我们跟猪捕头之间 是有些交换条件的 什么交换条件啊 你不再指控她行囚 来换取她推翻你的口供 二少爷 难道你要去找猪头寺 我哪有那个分量 猪头寺那边我娘会打听好的 你听话点就行了 你娘都快恨死我了 她干嘛要帮我 你就别管那么多了 反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这样才能救你一条命 二少爷 我觉得你一定有所隐瞒 到底有什么事情快说 不说是吧 好 那麻烦你回去告诉你娘 她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严小蛮的生死与她无关 好好好 我说我说我说 其实 不止我娘想救你 我爹他也想救你 因为 我跟他们说 说 说什么 小蛮 我说了你可不能骂我 我不骂你说吧 那你先答应我不骂我 我答应你不骂你快说 我说 我说 我想娶你 我 其实不想在这种地方说的 在这种地方求婚感觉怪怪的 求是个怪 谁要跟你结婚 见你个大头鬼啊 那 说好不能骂人的吗 带君掏你个卑鄙小人 我明明说了我们之间不可能的 你骗骗 我明白了 你想趁人之危逼我就犯 你又误会了 小姐 我是为了救你好不好啊 我娘跟法官熟 跟猪捕头熟 跟领事大人也熟 我要不说 娶你当媳妇 她怎么会救你呢 得得得得 那就更奇怪了 你说你娘想救我 我本身已经半信半疑了 你现在又说 你娘想扔我当媳妇 那我就更觉得不可思议了 你娘跟我 我当她是眼中钉 她当我是仇人 我现在这么猜 她不落井下 我已经谢天谢地了 你还说她想救我 你们之间肯定有什么阴谋 快告诉我 好好好 我说我说我说 小白 其实 你说的没有错 我娘 她是不可能认你当媳妇的 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只有一种情况是例外的 什么情况 我 我其实就是 耍了一点小的诡计 撒了一个无伤大雅的小谎 就说 有人怀孕了 谁怀孕了 你 我 你你你你你 你说我怀孕了 对啊 你还怀了我的孩子 是 什么跟什么 什么跟什么骂你 对对对 我爹娘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跟你反应是一样 都吓坏了 大君套 你 你 小蛮 你听我说呀 我不这么做的话 我娘怎么会救你呢 放开 大君套 谁要你们救我了 我才不稀罕呢 你这个混蛋竟然会我明解 小蛮 你先听我说呀 你别忘了 我不止为了救你 还为了救我大哥 如果我娘不出面的话 别说你们这场官司打不赢了 连我大哥也岌岌可危 只可惜我跟你大哥都是靠自己的本事 谁稀罕你们的关系啊 这个我知道 但是你们也应该清楚 这场官司你们根本就赢不了了 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走上脚形台 也不想看着我大哥丢掉律师资格 甚至坐牢 那你也不应该撒账的谎 来败坏我的名节呀 我做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不管你怎么骂我都行 只要不打我 是吗 对 戴金涛 我打得你四脚朝天五起头地 我打你个乌龟王八蛋 戴金 不要逃 别打了 站住 站住 戴金涛 我警告你 你休想我交给你 我非娶到你不可 我堆了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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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和我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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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你呢 Opportunity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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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呢 你呢 这两天的心情 又岂能是辛苦两字 就可以形容的呀 刘小芳终于自食恶果 说起来朱大人是功不可没 可怎么还愁眉苦脸呢 刘小芳这件事 我当然是应该开心 可是二夫人 这两天小的都快 被大少爷给逼疯了 这有这样的心情吗 您说的我完全理解 所以老爷特地要我来这一趟 给您致意致歉 并且慰劳慰劳 顺便想跟您谈一笔交易 什么交易啊 什么交易啊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呢 这个笔录日志账户的银行资料 全都先还给您 我 二夫人您的意思是 很简单 打消严小芳的口供 免了他的罪行 这个办不到 如果是其他的还可以商量 你让我现在推翻我的口供 那我 不是证实了他们的指控吗 这 这个叫我承认之前 就是刑选逼供 那 那我这个位子都保不住了 这 这 这我自己拆自己台 办不到 办不到 二夫人 您 您这是什么意思啊 只要您答应 这箱子里的东西都是您的 五百仙大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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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大人 其实有一个办法 既可以推翻口供 又可以保住你的名声 什么办法 就说是颜小蛮自行翻供 因其弟妹炸死 他自责故身 神经恍惚 这才承认自己下毒 朱大人只要顺应了他的说法 正是他 当时确实是哀伤过度 神志恍惚 这样 供词不就推翻了吗 可是 这件事情 已经闹上了法庭 就算我肯改口这么说 这法官大人 会才信吗 法院的事情 一码不一码 您这别费心 哦 你的仪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